哦 你看这个美模会多少人 哇 全人啊 全山人海 全国美业的都以我 我估计都在这边 特别都在这边啊 这个搞什么 搞没假吧 没假 在煮加油吧 我在这块更是外行啊 外行的外行 只能看一看 随切不通啊 这是我看过的展会里 人最多的 人最多的一个展会 没有什么 没有这儿啊 人最多的一个展会 美结交 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啊 好多个展会啊 都特别特别大啊 这是在做什么 在做真烦吧 做美 做睫毛吧 这个展期展馆啊 根本就不从在说这个没有人啊 你看每个 每个展位啊都好多好多人是吧 好多人 你看有的展位啊 可能没什么人啊 但是 但是这个展啊就是 没有没有人的地方 哈哈哈哈 全是人 真的做什么呀 都做懂假的指甲是吧 这个我们说这个 呃有些事情就是 可能不同性别之间很难理解是吧 为什么要把指甲再贴一个指甲 啊 就可能是为了好看是吧 呃 我我我我比较能理解啊 但是不太好理解 不太好理解啊 这些小的这个小的是什么概念啊 我不太清楚啊 也算展类吗 好多人啊 我觉得啊这个美好像比这个美食都更吸引人啊 一些食品展都没有这么多人啊 真的没有这么多人 因为以前我也作为那个餐展商啊 就参加过一些食品类的 食品类都不如这个这个这个美展人多啊 可能这个美要比要比这个吃更重要啊 真的要更重要啊 嗯 从这个来来餐来来观展啊 这个人数可能也能反映出这些东西啊 嗯 可能宁愿不吃啊 也要那个什么样是吧 也要也要美一些啊 往到那个展去 这个展这个这个 这个展馆主要是做这个结膜啊 结膜方面的 这边做什么做包装啊 相对来说可能 你好 更专业一些了 专业一些了 专业一些了 这个是一个做这个泰国SPA的啊 估计全球各地的一些特色的 关于美业方面呢都来了 我最佳是专注于这个 我估计是专注于这个 呃 医疗方面啊 你看医疗医美方面 一些这个 提供数字数字解决方案 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方案 哎我没有找到一些 一些这个检测机构啊 检测啊什么机构 哦韩国很好的输出了 他们整个这个美容行业啊 他们整个这个美容行业啊 这个是1964年叫 什么Danny Monted King 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 好像是国外这个品牌吧 后边那个是以色列的啊 这个应该是个国际展的 国际厂商店 这个品牌反正是西班牙这个品牌 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哦 还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特价 产品销售区啊 好多人在排这啊 这个管应该都是这个 国际品牌啊 有些国际品牌 你看这人啊 人太多了 你手机信号都没有了 这里边 基本来说看起来都发不出微信 这个这边的做这个分析啊 这边的这个这个 嗯 爱揪嘛 是吧 哦 这边这边的展位要大一些啊 我感觉展位要大一些 他们有这种扫码送送面膜啊 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面膜可能 应该来说更高一些啊 人比较多啊 我感觉现在展会里展管里还比较热啊 应该是我不知道开没开空调啊 开空调的话可能也是效果不太好啊 人太多了 这家是有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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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的我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好像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啊 做美业的还是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女性为主啊 也有也有也有男性啊 但是来来过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两点 要是按照往常的惯例啊 要是其他的展现在基本来说就是 观展的肯定已经那个走光光了是吧 嗯 但是这个展啊 嗯 两点多钟还是这么多的人啊 还没见 没见任何的检索 因为这个展确实特别大 因为有些经销商啊 嗯 他不见得说就做一个产品嘛 他肯定也是好多产品都做啊 那么呢 他需要把整个的展都逛完啊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就不是说 嗯 那么那么很简单逛一下就可以了 尤其这个这个行业可能各个品牌啊 他的更新换代的也比较 嗯 不是那么稳定啊 所以你可能需要不断的再去再去找啊 找找新的品牌 就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趋势啊 这边是这个这个展厅啊 是主要是一些美容方面的一些仪器啊 这个是叫Haironix 嗯 一个韩国的品牌吧 你看看 没想到这边也这么多人啊 以前印象就是可能是一些化妆品了什么了 没想到这个仪器也会有这么多的一个消费啊 这家的专门就是帮助做这个做这些做一些注册的吧 就是服务服务商吧 嗯 我不太清楚这个美美业这个整个的产业规模有多大啊 但是肯定看上去是不会太小啊 你看美国好多人啊 你看美国国会好多人啊 那美国月的国家